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174集 平上沉默了许久 范贤一直没有说话 而那上百名一处的成员 也一直保持着标枪般的姿势站立着 虽然不是军人 但七刷刷的黑色看着还是极为养眼 有一种雨天苏格兰场的感觉 很久以后范贤才站起身来轻声开口 我是范贤 从今日起便是你们的主官 大多数的人都猜到了他的身份 但听说这位声名震天下的小范大人 要来一处任主官 众人在微经之余 更多的却是高兴 毕竟诸葛死后 一处不止在京中的工作难以开展 就连在院中也多手白眼 如今有了小范大人领头 院中其余七个处 谁还敢推唐务师 京中的各部衙门呢 只怕暗底下递来的好处会更多了 但范贤接下来的话 却让众人感到一阵阵的寒意 本官知道你们这一年 是怎么过的 从今以后 再也不能这么过 丢完这一句很简单的定论 他重新坐回了椅子上 看了木铁一眼 木铁站起身来 咳了两声 极有威严的看了众下属一眼 说道 今天 照记大家前来 主要是提斯大人 历任之初 有些话要交代 本官受提斯大人委托 讲几句话 主旨都是提斯大人拟定的 请诸位同僚认真听 院间众力肃然聆听 今天 我想讲一点 关于我们医处的作风的问题 木铁皱起了眉头 苦大抽身 为什么要有监察院 为什么要有我们医处 因为朝廷里 有欺瞒陛下 压榨黎民 因怀庆虑的贪官污吏存在 陛下要明察立志 百姓要安居乐业 庆虑的尊严 要得到维护 所以要有医处 重力恶然 心想 穆大人想来擅长办案实物 什么时候也会做的这样的官场文章啊 只是这陛下 百姓 庆虑三座大山压过来 谁也不敢说什么 我们是医处 我们是陛下的耳目 如果我们要做到耳明目聪 为陛下分忧 就要做到步调一致 兵精马壮 另行如山 若非如此 监察京中百官 变成了空中楼阁 如今我们医处存在什么问题呢 陛下的指示自然英明正确的 医处的工作也是有成绩的 这一点 提斯大人先前也是大力赞许过的 木铁画风一转 阴寒无比的说道 但是 最近这一年里 提出出了不少问题 我身为代管主官 当然责无旁贷 明日便会自情处分 但从今日起 一切违反监察院条例的事情 不准再做 不准私自 或以医处名义 接受朝廷其他部司的礼物 即一切可折算成银钱的好处 不准以任何理由 拒绝接受任何举报 不准以任何名义 与任何部司的相关官员 有日常接触 如办案需要宴请 必须事先申报 并且人数下限在三个以上 加强事务化工作的条例性 严格贯彻监察院条例 及相关细则的执行 过去的一年里 诸位同僚若有什么不妥之处 请于十日之内 向本官说明 一概既往不救 木铁 还在滔滔不绝地说着 下面的一处立员们却紧张了起来 他们不知道这是所谓整风运动 只听出来如果范提斯真的用狠心去做 自己这一年里挣得好处 以后就再也挣不到了 而且又将重新投身于得罪精官的危险 而光荣的工作之中 众人的脸上不禁流露出为难与愤慨之色 但饶是如此 他们依然没有窃窃私语 没有出言反驳 没有像六部中的官员那样没个官样 虽然面色有些变幻 但依然用极强的控制力 站得稳稳荡荡 陈平平一手调教出来的监察院 从根基于本质上讲 始终是这天下最铁打的一支密探队伍 木铁的发言说完了 范贤站起身来 将双手复在身后 微笑说道 有什么意见 这时候当面说出来 陛下一片沉默 监察院的普通密探 普通调查人员 与范贤这位天之骄子间的身份差距太大 没有人敢当着他的面反驳什么 范贤笑眯眯的引蛇出动 集思广义嘛 院长大人让我来医处 也是对各位同僚的器重 大家也知道本官忙碌 一般衙门请我去 我还懒得去呢 这话说了之后啊 听见重力的心情稍微的放松了一些 传闻中这位提思大人笑里藏胞 不过此时还真没看出来 而且对方出身高贵 又是天下文明的大才子 怎么会真的精通监察院这些阴晦事 此时暂且硬了 日后再说 于是纷纷攻身行礼 说道 谨遵提思大人令 范贤眉头为皱 有些不满意 木铁格的精 看得见他眼中的那一丝寒冷 以为范贤是不满意 下属们显得不是那么忠心 心头着急 赶紧对着站在前排的风儿 使了个眼色 这个人呢 是他的远方侄子 也姓木 木风二剑的叔叔使眼色 以为是要自己站出来反对 可他哪里敢对着 堂堂提思大人说个不字 心里害怕不已 双腿连连颤抖 最后还是念及叔叔 一直以来的恩德 将心一横 将牙一咬 站出队列 然后毫不含糊的行了一个礼 说道 提思大人 虽说医处私职监察 经中百官之职 但人情来往在所难免 谁家都会有亲戚 像卑职的大舅子 眼下就在行马间做事 如果我与他日常不往来 倒也可以 只是怕家中旱妻 吵闹不休啊 这话看似巧皮 但场间竟没有人敢笑出声来 谁也不知道 为什么莫风儿 今天的胆子会这么大 樊贤心里高兴 面色却是阴沉一片 喊声赤斗 你当院中的条例石头狗屎 由你怎么胡脸上 细则中早说得清楚 三代以内亲眷 竟由申报登记后 不再辞令 你偏要这般说 或不是有些什么不妥事啊 木铁 将你这远房的侄子拖下去 处归 处归 侍候着 木铁叹了一声 拖着侄儿满脸哀怨的去挨板子去了 范贤冷冷的目光扫了众人一圈 拖道 还有什么要说的没有啊 众人知道 他是以官威压人 但想不到密探之中 也有应景之辈 站出来 沉声行李道 提四大人 查案是我们英左之士 但若遇着贵人恐吓 该如何呀 家中遇到官员刁难 该如何 宫中的公公们发话 又如何 场间一片沉默 一处办案最怕的就是碰见与宫中有关系的官员 因为监察院再强势 也依然只是宫中养着的打手 范贤满脸平静看着他 说道 报我的名字 五个大字 掷地有声 谁敢刁难恐吓你们 管他是大臣还是权贵 只管报我范贤的名字 如今的京都 范贤确实有底气说出这样的话 就算宫里那些人表面上在自己面前还要流露出几次自经 但若落到实处 只怕那些上了三品的官员权贵们 根本没有谁敢冒着得罪范贤的风险来欺负他的属下 左手我监察之权 右手我天下之前 谁愿意得罪范贤的 范贤看着那个出列的官员 有些欣赏 在自己刻意打压木铁之后 他还敢站出来说话 想到此节 他放缓语速 柔声说道 还有什么看法 一并提出来 我不加罪 那个人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硬着头皮说道 夏叔以为私人不受前务 是理所应当之事 但以遗处名义收写无妨 一方面与六部各司将关系搞好一些 将来查案也方便 另一方面 这些钱物分散之后 也算是补贴一下 范贤看着院中的众人 知道这些人也是心疼这些银钱 不由冷笑一声 说道 论起俸禄 你们比同级的朝官要多出三倍 虽然你们不如那些朝官一样有外水 但这本来就是建院之初 高薪养莲的本意 有什么好抱怨的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 严道之为您播讲的长篇穿越小说 庆余年 休息一下 欢迎您继续收听 一直站在他身后的苏文贸 仗着与范提斯相熟一些 打着胆子说道 监察院想来承受官员的反噬百姓的白眼 一处的处境又比较特殊 朝廷又不肯多些贴补 所以才 丹仙摇了摇头 止住了他的说话 静静望着厂间这些监察院的密探与立员 等厂间的气氛已经被压榨到寂静无比 才一字一句的说道 不要问朝廷为你们做了什么 要问问自己为朝廷做了什么 苏文贸文言一愣 稍加咀嚼 竟是大有深意 心头不禁涌起了一丝愧意 一丝敬佩 是啊 一处这些官员们 在自己打算的时候 有没有想想朝廷建立监察院究竟是为了什么 头前初来说话的那位官员也愣在了原地 这么多年来监察院的教育熏陶 陈平平的训诫 让他似乎回到了最开始踏入监察院那时的精神状态 心头一热 握紧了右拳 喊道 一切为了庆国 一切为了庆国 这是厂间所有人进入监察院的第一天就必须记住的宗旨 樊贤开着厂下的情景 很欣慰地笑了起来 轻握右拳 心里边说道 一切为了生活呀 天空一片阴暗 整个京都都被笼罩在这种阴沉肃杀的气氛中 秋高气爽已经不见了 那些连绵了三四天的寒冷雨水 不止冲刷着民宅上方瓦檐里的灰尘 将地面上的青石板道冲洗得干干净净 同时也带来了庆历五年秋天的第一道寒意 范贤搓着手 坐在新封馆的二楼 目光透着窗外的层层雨帘 看着街对面的一处衙门 再往那边望过去一些呢 就是大理寺的衙门 两个衙门比较起来 一处这边要显得清静许多 但是进出的监察院官员 面色沉稳 再不是当初的那种模样 整风已经进行了一些天了 当然范贤并不认为仅仅靠喊几句口号 将条例重申一遍 就能把所有的怨历的心思收拢回来 所以暗中的自究自查与调查一直在进行 在无情地割除了一些人的知私 同时更加铁血地将所有的官员送到七处受审之后 整个衣处的风气终于得到了有力的扭转 精密如仪器一般的衙门 终于开始有效地运转起来 范贤没有习惯在衣处坐堂 所以拒绝了木铁腾出房间来的想法 而是直接在衣处的对门 京中有名的新风馆二楼 包下了一个临街安静的房间 天天就是坐在这里吃些小时 打发一下时间 同时也可以保证 如果衣处有事的话 自己可以马上反应过来 他的身前桌子上边搁着一格蒸屉 约莫两个手掌大小的蒸屉里 放着独一个包子 由此可知这个包子薄皮大馅十八个指 个头也确实不小 白生生的面里边 透着股与洋溢而出的鲜美油液 让人看着就有些馋 他对着包子轻轻吹了一口气 用筷子将包子纸汇聚成的龙眼拨开 露出里面的心油肉汤来 范贤拿了一管麦劲 偏头问道 喝不喝汤啊 烫 范贤笑了笑 用筷子将那眼戳开 挑出里面被汤汁泡了许久 已燃入味的肉馅 用小碟子接着 放到自己身边的那个人碗中 孔志说道 大宝最乖了 这汤烫 肉可不烫啊 不过还是要多吹吹 大宝很听话 鼓着腮帮子 对着碗里的肉拼命的吹着 呼呼呼 自从岳丈大人辞官归乡之后 林府变得冷清了许多 范贤在北齐的时候 大宝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范府里待着 他回来之后 好些天没有发现大宝的身影 不免有些疑惑 问了婉儿才知道 原来是想着他刚刚回国 所以把大宝送回了林府 范贤听到这话以后啊 有些不高兴 虽然说旁人看在自己的面子上 对林府肯定不敢刁难 但那些府里的下人 是最能刁钻使坏的角色 如今的林府 只有婉儿的几个远方兄弟 在照看着 怎么能放心啊 天生他接任医住之后 连着忙了许多天 竟没有时间来管这件事情 趁着今儿个下雨 京都无事 他喊邓子月将大宝从林府里接了出来 与他一道坐在新风馆里 尝尝这家使馆最出名的街堂包子 待一会儿 一路回府 别吹了 可以吃了 范贤呵呵笑着 望着自己的大舅哥 不知道为什么 智商像个孩子一样的大宝 特别的听范贤的话 赶紧低下头去 一口将那粒肉馅吞了下去 看他那猴急的模样 也不知道他尝出味道来没有 范贤看着这一幕 不禁想起了猪八戒 也吃人参果的模样 又忍不住笑了起来 邓子月坐在另一桌 看着这一幕 心里不免有些异样的感觉 跟着范贤的起年小组 一共三十几个人 拢共分成四班 对他进行着贴身的保护 而邓子月接了王起年的直思之后 更是对范贤寸步不离 所以这些天范贤做了些什么 他最清楚 他心想 自己跟着这位提斯大人 还真是一个让人看不清楚的人物 整顿衣处风气之后 竟是许久没有下具体的指示 而只是天天在这新风馆里 吃好菜 听小曲 以范提斯的身份 能够对自己的痴呆大舅哥如此上心 这也让他感觉有些意外 有些佩服 楼下 灯灯灯灯灯 响起一阵脚步声 邓子月马上从闲丝里醒了过来 手掌紧紧握着腰盘的扑斗 双眼如鹰 盯着楼梯之处 来的人是木铁 这些天他天天在处理负责纠查的工作 要审核那些有疑点的下属 同时又要 未免保持大家的士气 还要处理范贤暗中交代下来的那项任务 正是忙得连逛娄子的时间都没有 双眼神凹 黑黑的脸上现出一丝不健康的灰暗 木铁将头上的羽帽掀了下来 解开羽衣 随手扔在房间门旁的角落里 小心翼翼的从怀里取出一个圆筒 筒子不知道是什么材料制成的 但很明显可以防水 因为他从里边抽出来的纸卷 没有被打湿一点 范贤接了过去 细细的一行一行的沈看着 眉毛却是渐渐的皱了起来 脸色也阴沉了起来 回京之后 他便让邓子曰去查 与二殿下有关的那几位大臣 与崔家有没有什么关系 后来接了医处 这个任务就直接交给了木铁 也算是对他的一次考验 纸卷上看似没有什么得力的证据 这也是他意料中事 对方的手脚一定会做得极其干净 只是显得有些过于干净了 难道崔家这身为大族 这些年里竟然都不会对那位立不尚书 那位青天奸上些贡吗 是有反常必有妖啊 范贤心里叹息一声 问道 所有的都在这里了吗 摩帖点了点头 范贤又问道 二处那边有没有问什么 木铁看了他一眼 摇了摇头 二处现在很配合 而且只以为是怨令 不知道是提斯大人的意思 请大人放心 所以保证没有人知道 二处那边也没有什么情报 范贤这时才发现 自己手里还抓着筷子 知道自己心里实在是有些紧张这件事情 自嘲得笑了笑 将筷子搁到了整体边上 他如今最大的敌人就是远在信阳的长公主 谁也不知道长公主哪一天就会回到京都 所以他必须确认在太子与长公主渐行渐远之后 朝中这几位皇子究竟是谁与长公主是一路的 亲爱的听众朋友 感谢您收听由延道直播讲 时光后继婚姻的长篇穿越小说 《庆余年》 如果您喜欢这个故事 欢迎点赞 转采和打赏 本集故事就到这里 感谢收听 感谢收听